歡迎光臨跨界大人家 我是盈婷 這個星期新車啟發 而且應該是說 這幾個星期的新車是多到 我們必須要分好幾集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個星期的單元 我們就鎖定在高科技的車 還有超好的引擎 放到休旅車 不要懷疑 真的這些車都已經上市開賣了 以及今天最後一段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是 人車故事 我們怎麼用車 先來看看 在幾個月前 我們報導了 賓士的S-Class 大家對於Ottawa的其他車 其實興趣會很高 當然不見得每個人買得起 但是會對於這個高科技 會有非常濃厚的興趣 那當你觀察了S-Class裡面的一些 新的科技含量之後 你就說 哇那接下來我的C我也要 接下來我的E-Class我也要 全部通通都給 欸確實喔 你會發現在汽車品牌 做一件事情是這樣 它的最高規的車 油的科技 慢慢的會下放到 它的比較入門的車款 或是中階的車款 這個邏輯呢 欸運用到了 當時大家敲碗球 那BMW的動作呢 來了來了 這不是來了嗎 BMW 7系列正式的來報導 也正式的上市 而且我們也試完車了 嚴格說起來呢 這個7系列的切入點 跟這個S-Class 真的不太一樣喔 上次S-Class呢 我們是也除了坐右後座 覺得很舒服之外 開車的感覺也很不錯 但是EQS又走另外一件事情 你會覺得好像 擁有一台電動的S 應該要自己開車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BMW 7系列呢 它有很大的重點會放在 當然右後座呢 是豪華舒適 你以前想像的到的 或者是我們前年 帶你去體驗的7系列 大概就是那樣子 奢華的老闆 坐在後面享受這個劇院級的音樂 然後坐在後面呢 你可以放鬆 或者是處理一些公路啊 都是信手年來 新的7也一樣 但是它多了什麼 沒有看到任何汽車品牌 做這件事喔 就是從天而降的一個大電視 31.1吋喔 這個超級大的 而且它是8K的畫質 在車上坐著 看電視不會暈車嗎 我們直接實際的實測發現 還真不會暈耶 因為它可以調整 電視跟你的距離 但是因為怕 這個總裁在車上看電視 後面的車子也想說 哇這節目好精彩喔 然後就會跟著分心喔 這不答應 所以後面的這樣 你還自動的升起 甚至你可以劇院模式 一鍵啟動 它就全部把你升起 讓你享受 真的坐在裡面 有音樂的這個劇院的回饋 以及8K畫質喔 你放4K啊 然後HD啊 它的畫質都是最好的呈現 就可以在車上享受 好 那就有個盲點喔 就是你開車的時候 因為這個駕駛不就有個電視 那隔屏就上來啦 所以駕駛就沒辦法看到後面 所以其實強烈覺得呢 這個新科技出來的同時呢 這個原廠應該也要考慮一下 給一個電子的後照鏡 因為這一台7系列是真的沒有啦 為了安全會比較好 但是你說這輛是比較不安全呢 不會不會喔 我們帶大家前進記者會現場看看 7系列喔 它長超多眼睛的 前面有 後面有 側面更多 連夾到人都不可能發生 帶大家前進記者會囉 全新的總裁用車大改款的7系列 今天終於正式的上市了 在上次呢 大概約5個月前呢 是不是從原廠來了一台雙色的大7 非常有Rose Royce的感覺 今天的一口氣呢 你看它滿滿的7在現場 其實這次在規格上面的選項也還滿豐富的 就動力選項三個動力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燃油車的話呢 其實選擇也滿多的 從735i的Luxury到740i的Luxury 以及740i的Excellent 頂規喔 那我會非常建議是頂規喔 因為在開這個7系列的時候 你不是說7系列我幹嘛自己開呢 是駕駛開的車 Oh No 現在7系列你開起來呢 有那一種5系列的靈活感喔 那我們開完呢 每個人都歐落到Ftachi喔 i7也來了 今天現場呢 也放了三台i7 就是你現在從我這個角度看到 一台 兩台 三台 第一個是雙色 另外一台 你會覺得這兩台i7長得都不一樣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再額外的選擇 M Sport 所以從正臉來看 你會發現 第一個 你可以選擇雙色 是不是看起來這個老闆的氣勢 跟人家不一樣 第二個 如果我是那種比較熱血的老闆呢 我可以選擇是M Sport 你看看兩張臉放在一起 是不是看起來 銳利度也不同了 但是你會覺得都有沉穩感喔 以前的大漆呢 Otacha 你會覺得這個是好像比較 老闆比較威嚴一點點 但現在的大漆呢 你可以依照你的個性來選擇 如果我是屬於那一種比較 科技行業的 或是比較新創行業的大總裁 年輕總裁的話 我覺得掛個i 吃電的這個氣系列呢 它會讓你有截然不同的呈現 當然呢 純油的氣系列就在旁邊 這個我覺得兩個車色也不一樣 放在一起看 你會覺得 好像透過車色的選擇 還有動力的選擇 你也可以到不一樣的老闆的享受 那以前我們講大漆喔 如果朋友說我的司機開一台漆系列 把我帶來了 第一件事說 我趕快坐到右後座感受 但現在的漆呢 光是它的外觀 都非常的有看透 第一件事我剛剛說 你可以選雙色 你可以選M-Sport 你在前面的整個保險桿下方啊 還有包括側邊的側旋的地方 兩個的長相就不一樣了 光這兩台側放在一起 第二個是 你在連天上面也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 它本來就有自己專屬的連天 但是M-Sport就M-Sport can't kill you 你就會覺得好像它很壞蛋 再來車尾也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透過你的不一樣的選擇 讓你的漆就不是那麼漆 以前的漆是爸爸開的漆 現在漆是我年輕接班人 或者是白手起家 年輕的新創的總裁的漆 有很多滿滿的標配的 都是很吸引人的 新銳的還有科技度呢 都非常的高 它跟Swarosti的合作 你會發現它在前面的頭燈的地方 下了一番功夫 它把它分離 有時候燈在地上是一亮 旁邊就被你震懾住了 就感覺你們家的骨架 又要往上再往下很多了 掌心板 你在打方向燈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亮 那個方向燈呢 它是有一種tempo的 它叫做heartbeat 心跳的感覺 heartbeat的方向燈在這裡 這個是智慧型的頭燈 它會營造出非常多的光影變化 光是燈就這麼的遊戲了 那你再看看它分離式的 這個我們熟悉的 雙盛型的水箱護照 它做了分離 在地下室 或者在暗處一看 你就覺得哇 我又被震懾住了 因為它真的是有 世光在這周邊的 所以看起來 隱影中帶一點威嚴的感覺 那當然了 我今天穿的這個藍色 就是搭配現在BMW 新的那個長輝 如果覺得電動車 尤其是在這個年度買的話 其實長輝選的藍色也非常好看 在外觀上 你要怎麼知道 我這台7系列 它是吃電還吃油 除了我們這個是雙色 它下面當然是鍍鉻 你可能比較沒辦法確定 但是它的秘密 就會寫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I 被我逮到了對不對 但如果你的這個I7啊 沒有選很多什麼 我的雙色啊 然後M4 因為M4就比較黑化 比較好看嘛 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就會很明確 讓你知道 我就是吃電了 怎麼看呢 側裙的地方 勾勒過來 尾巴的地方 藍色勾過去 正前臉還是有藍色 滿滿的藍 就像我身上 呼應一下這個藍 但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看它這個I 就沒錯啦 你知道嗎 現在呢 它整個車周圍 算起來整個的Sensor啊 包括了這個感知器 然後包括超音波的感知器 然後包括雷達的感知喔 加起來超過23G以上 也就是你車子在它附近呢 它是會Follow到你的喔 Follow到你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你的鑰匙呢 拿著靠近它 然後你稍微按一下 它就會把右後座打開 總裁請上車 但是你也可以設定喔 你按一下 四個門 噔 同時打開 因為那天總裁的司機啊 還有總裁要再特助一起去開會 四個門一起打開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它在這個地方 滿滿滿滿的Sensor感知器喔 還有包括鏡頭 眼睛 周邊所有狀況 它都Follow到 外觀的選擇上面也很豐富 可以讓你呢 可以選到一台 跟別人不一樣的漆 不是黑頭車而已 我可以雙色 我可以類勞斯萊斯 我也可以拍拍M Sport的感覺 現在的這個7系列的後面啊 因為B&W還是有一個拿手好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倒勾的 它這塊做很大 它有一個巧妙的設計 就是有點呼應從IS過後的時代 不只是i7喔 是一般的7也是如此 它在這個地方 C柱後面這裡 它就是有一個格紋 同時會呼應到它的尾燈上面也有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M Sport的樣貌又有什麼不同呢 眼鏡毛鋼 掉著M的背景 這前臉側面那裡也不一樣 然後這個地方 你它根本不會知道它是吃點的 因為沒有看到藍色的 沒有我身上的這個顏色 但是你在前臉跟後面的地方 還是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光線折引下來 這個倒勾就是超級爆炸大 然後Sensor一樣還是可以很靈敏的 不信你看 我讓它打 它知道我在這兒不開 我執意要關的人 他不讓我進來 他知道這裡有人 他不能夠直接過來會撞到 然後除了有滿滿的Sensor之外呢 因為它吃點的 那大家會 tancet就是它的續航里程 充電從這個地方很簡單 按一下它就打開 你就可以做充電 續航里程當然要超過600公里啦 因為它叫做七一系列的總裁用車 接下來再看看 訂閱台囉 我要偷偷偷偷偷跟大家講個秘密喔 它的兩個雙前輪裡面有藏海綿喔 目的就是裡面的這個任何的胎噪傳進去要極小化 原廠有精密的算計過 後兩輪呢如果也做了這個隔音的輪胎其實差異並不大 那他們把更大的精神放到它的前後配 以及它的後輪轉向 你在高速的時候啊 它那個四個輪子可以做好朋友 可以兩個後輪都走同一個方向 或者是因應你在低速的時候呢 切換 也就是我真的試車的時候啊 在市區要來一個大U-turn 你都覺得我好像在開 有系列喔 我剛剛說門把的方式啊 它可以從這裡開 也可以用按的方式 然後按的話呢 它就會偵測一下 盡量就是不去打到人 所以你要推到一個安全的程度可以進來 但是come on come on 大家走近一點 我要進到這裡囉 我們剛剛的這個頭燈上方啊 有看到Swarovski的水晶喔 從門板這裡有沒有看到水晶 bling bling 它的這個音響啊 做的這種哇 還有它這個吸發的聲音很棒 然後呢 它有很多的設定呢 都是非常有巧思的 第一個是語音助理200要有 然後呢 手機鑰匙要有 這都基本的喔 iDrive吧 通通都有了 我覺得是滿滿的 該有了 全部有了 那你有沒有進來看到那氣氛燈呢 因為它要呼應它的Swarovski的水晶 所以呢 你會看整個車背這個滿滿的包覆 因應場景的不同而有一個動態喔 因為它已經水晶有折射 而且很漂亮 它會紅中帶紫帶藍喔 就看你怎麼選擇 它是有靈魂的 駕駛者可以得到的是12.3吋的虛擬儀表 在這裡很漂亮 而且呢 我覺得真的不太反光 以及右邊14.9吋很大 它把它整合在一塊了 也就是你所有需要用的東西呢 都全部可以透過觸控的方式來得到它 它有AR View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你的魚骨啊 搭配你的導航啊 然後快到的時候 它這裡就會呈現給你 以及正前方的 非常巨無霸大塊的HUD 它是很聰明的喔 就是東西是全面的整合起來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可以信手你來所有你要的資訊 現在的這個Personal Co-Pilot啊 是很容易可以上手的 透過了方向盤 喔這那爬真屁喔 上面的這個旋鈕 你可以直接作動 那它就是在車道居中 已經作動的狀態下 你就壓著它3秒 方向燈的地方 那你打方向燈呢 你會看到它上面變成綠色了 是我已經作動了我車道居中 And它也get到你現在要 要左轉方向燈了 它sensor知道沒車了 它幫你轉過去 它幫你就切換車道 不用你自己在那裡瞎忙 太簡單很容易就作動了 假設今天我是一個大總裁 我可能有10個工廠常常要去 那我就把我每次去的路徑 當然是司機設定 或自己設定都超簡單 你到的時候 它問你說要不要存起來 你只要按存的話呢 你下次只要靠近那個工廠 那個路線被它get到 因為它sensor很多 它sensor一sensor到 它問你說要不要停到那個車尾 你就要 然後接下來幹嘛呢 接下來就不幹嘛 接下來就是手跟腳都沒事做的 讓它穩妥妥的停進去 它會依照原本的路線 And周遭它sensor到安全的狀態去修正 微微修正它的路線幫你停進去 之前BMW我們試了很多 就是它的倒車功能了 你有時候車子開進去很容易 就發現死巷子要出來 怎麼辦後面又亂七八糟不太會到 以前是50公尺對不對 現在直接給你擴增到4倍 200公尺 你在這個地方 你沒看到任何出風口 難道現在我冷氣不需要嗎 有 我有冷氣出風口 但是它冷氣的調整方式是這樣 上下 左右 它是四向的 那這個地方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這個地方 做的是這麼的有科技 以前我們還在那裡調說 要大要小它直接從這裡就可以調 非常方便 它也可以直接這樣調 然後我雙錢做開門的方式 就是這裡可以按 同時我的車門板上面也可以按 And你還可以用手來打開 它有各種的開法 有時候我們不要太依賴電 有時候我們就是個人救手的方式去開 有時候我要耍帥的時候 你看1 2 3 我已經有三個開啟的方式 我還可以踩煞車 再把它做開跟關 它當然要無線充電 然後它杯架是做兩個圓外有方 好 這樣很漂亮 然後一樣有水晶 這個你需要的旋鈕啊 調整啊 都可以在這裡調整 還有呢 我排檔方式也是用水晶排檔 是不是非常非常有質感 我整個的車子皮呢 是Marino的真皮的座椅 就是坐得很舒適 有沒有看到那麼多孔洞呢 透氣通風 這都是最基本的 這真的是坐起來前所未有的舒適 我現在已經不只通風加熱透氣這些了 我還要按摩馬殺機 那同時呢 我的椅子後面這裡啦 它是有點凹下去的 所以其實我的腰是整個就往後 所以很舒適 如果是正常坐姿的狀況下 我們也不用再懷疑7系列的大小了 現在也只有賣長軸 既然叫長軸 你絕對空間會很夠用 先講了這個座椅呢 舒服 而且呢 它有很多的功能 再來就是呢 我這邊還是可以放下來 好有沒有看到質感 它這還有格紋很好看 這裡有兩個Type-C 你也可以放東西 小小的置物 然後這裡呢 就是無線充電 這個地方呢 造型就讓它不單調了 有點就是呼應水晶的概念 所以你手機可以放這裡 也可以放這裡 反正就是滿滿的 商務行程 需要使用的話 都沒問題的 很棒 而且質感做得很好 再來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看頭枕 哇 如果真的是很累的話 長途旅程 你需要休息的話 躺著 絕對沒錯 你看B柱這裡還有出風口 上面也有 你以為就這樣嗎 沒有 現在總裁以車為家 這裡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小小的 5.5寸的螢幕呢 它是有功能的喔 第一個往上一滑 你可以看到車子 所有的狀況 你們現在都小心一點 我來關一下我的遮陽臉 好不好 我關這個 我關這邊就好 總裁不想被打擾 關起來囉 我也可以打開 那其實我全部都可以 我可以按全部打開 全部關閉 一鍵搞定 很忙碌的總裁 在忙碌的行程中的休息 所以呢 我直接把我座椅 按了一個休息的模式 這個休息的模式就是 一路可以睡到目的地 你有沒有看到 副駕駛座椅子 已經悄悄的在往前走了 越走越遠 Hello 你去哪裡 它走遠之後呢 因為它要把空間 極大化讓給總裁來享受 總裁要幹嘛呢 我跟你講這個椅子 不是只是這樣坐著而已 它有腿拖 然後腿拖呢 我要先創造出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建議副駕駛座 絕對不能坐人 然後腿拖就上來了 然後你會看到 副駕駛座 還在持續的往前 它把所有所有的空間 都讓出來了 那我們那天呢 也有專業司機來實測 發現其實它的右後照鏡 還是視線可以的 不太影響 稍微抓一下角度是OK的 腿拖就上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副駕駛座後面這個呢 就是腿拖 腳就可以大搖大擺放上去 這個椅子的角度可以到42.5度 你還是可以微調 或是按一鍵重置去做調整 它有一個按摩的功能 而且按摩功能非常的繽紛喔 看你是要向下按摩啊 肩部按摩啊 腰啊 全身紓壓喔 趕快假公即死 讓它全身紓壓一下 你可以選擇你要按摩的強度喔 讚對不對 這時候我要來看台股 或者是我需要看電視呢 我就可以按劇院模式把它展開 從天而來的31.3吋的大螢幕 有夠大 而且我實測過了 前面的司機在開車 然後大螢幕下來 它還是視線上看到我的 我也看得到司機了 我不被擋到 它也是觸控幕喔 那你亮度可以調到很亮 先跟大家講 8K的畫質 沒有要可以含糊的 我希望呢這個螢幕能不能乖一點 離我近一點 來有沒有 趴在靠近我 come on come on 這上面你可以看到Netflix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連線到YouTube上面 最後我再總結一下 這個是現場的740i Excellent 跟我們剛剛看的i7 這個X-Drive60 很多人說如果50更好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第一個續航里程你要嘛 我們需要里程更高 第二個是你希望的車子動力也要好嘛 因為畢竟現在電動車 老闆也要趕時間喔 所以呢 其實這次的整個分配上面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區隔開來 看看你是什麼樣個性的老闆來做選擇 那小小的區別呢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了 吃油的7跟吃電的7 就是有一些藍色點綴 以及你可以選不同的套件 其實基本上前面的i是很明顯的識別 還有行李箱空間呢 因為有電池 所以在i7上面就稍微小一點點 它的行李箱空間也有500升 你到底是要裝多少東西500升還行不夠 但如果是油車的大7的話呢 它可以到540升更大 所以整個車子這一次的這個選項裡面 油有三個選項 電呢兩個選項呢 基本上就是動力的差異 以及你可能一些配備的差異可以來做選擇了 那不管怎麼樣 真的實際開起來感覺呢 我覺得新的7也顛覆一些我以前的想法 因為以前7你就覺得就做這就好 現在其實假日休閒的時候 老闆如果要打高爾夫球 他其實自己開 車子很靈活 有點像在開大5的錯覺 你知道嗎 可是車子這麼的大 然後因為它創造出很棒的空間 載著家人出去全家都是很棒舒適的喔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其實有時候新車來呢 我們都很想說把這個同級距離放在一起 幫大家比較給大家聽喔 但是無奈 這個時間落差是不是比較大一點齁 就像接下來我們看這一台 Massarati的Glegale 前幾週我們已經先搶先報導入門的選項 那個時候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想說 Massarati已經算是比較奢華品牌 你也跳下來要來跟這個雙B啊 保時捷可以修嗎 而且是修旅車 原來我本來只能夠觸到雙B 我現在卻擁有Massarati 他就會有造成消費者的一種心理說 欸那與其這樣 我是不是可以去買一個 我以前沒想過我可以擁有的品牌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這個計謀得成呢 這叫計謀 確實Glegale出來之後呢 也很多的這個等車等不到的 像保時捷的車主 等凱顏啊等Makang啊等不到 想不然試試看 我從來沒有買過Massarati 這就是一個市場的操作 那在前幾週我們看到的是入門的 入門當然就是很容易會跟雙B比在一起 但是到頂規呢 頂規的Massarati呢 它還是做自己的本業 所謂自己本業就是 我這個叫做做超跑的品牌 我這個叫做做高單價的品牌 所以我當然要拿出厲害的車款 這個Ending也要換掉 前幾週我們看到是一般民眾出的到300多匹的馬力 現在不答應 我們要給到500多匹的馬力 而且呢要放上Massarati MC20的引擎 也就是Massarati之前我們報導的那台超跑 超跑引擎放到了休旅車之後 這個開起來會不會奇怪怪怪 會不會這個休旅車抓不住呢 你知道它的車重也比較重喔 近期有機會我們幫大家安排試車 我們再來跟大家反應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 這顆大的厲害的引擎 這麼性能馬力這麼狂妄的引擎 放到休旅車的感覺 但是喔 除了你看它的引擎之外 其實要買到這個價位帶的車主 它要的是什麼 它要的是跟人家的不一樣 第一個車子周遭 你可以看到滿滿的意識氛圍 畢竟它是義大利品牌 而且它的記者會呢 還把這個台北大都會的地區 一個空地把它改成了 像到義大利神殿的感覺 你會覺得好 整個車放在那裡的氣氛呢 很不一樣喔 會慢慢融入了 很久沒出國的那個心情 也會被勾起 好久沒去義大利喔 沒有去買精品了喔 那確實喔 你會發現到這種精品的氛圍呢 在環境的襯托下呢 是很濃厚的 車子本身的條件呢 我剛剛已經講引擎了 超跑引擎 就不用再來灰了 再來就是它的配置囉 你在車子的周邊看到很多的Carbon Fiber 以及你進到駕駛座啊 這個駕駛導向一定基本要的 就算你只是一台休旅車 Maserati在做休旅車 也是要有類似超跑的鋪陳 然後包括高科技喔 這個你買一台入門的休旅車 別的品牌入門休旅車 你都必須要有的Level 2 你是Maserati 賣到了五六百萬 你能夠不給嗎 因此呢 它在這個Level 2上面啊 A.10上面也是給到滿配滿滿滿的 所以呢 這台車呢 有性能狂妄的這個感覺 然後呢有配備滿檔的感覺 以及售價可能不見得它買得起的感覺 但是 很多這個頂奢的買主們 乘風的買主們 會覺得說 反正我等其他品牌等不到 算了算了就是你了 欸 這是不是又有另外一種的計謀得逞呢 好 話不多說 我今天帶大家來看看 Maserati的Glegale 這一台叫做Trofeo 你看我們現在像不像在義大利 是是是 萬神店 造型 大部分第一批的客人 訂的都是Trofeo 如果說你預算還真挺多的話 我們隔壁那台我們去看看 Trofeo Trofeo 我跟你講Glegale Trofeo呢 還有好多東西可以選 第一個要選的是車色 我們去選黃色 有沒有似曾相識 我跟童哥之前有報導過 是是是 現在魚也沒有很大 其實也沒有一定要 對 其實不用 還好啦 但是是不是整個樣貌不一樣了 更秀 一分錢一分貨 這個車子也怕比 停在一起整個都被比下去了 沒有啦 因為我跟童哥車距 然後我開GT 然後你看Trofeo來 就知道我是愛家路線的女搭手 是是是 他是比較 不愛家 比較愛配的男搭手 好難界定喔 看一下看一下 車頭的部分就兇很多囉 畢竟他是 530匹 530匹馬力 530匹的Naptuno的引擎 Naptuno引擎 然後他標榜 MC20啦 對 MC20 同樣的引擎 而且要知道 他一樣是中置引擎 因為他是前中置 所以他的引擎 引擎 引擎開打開之後呢 引擎是在輪軸的後面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保持至少5050的 這個車身比重 對 這樣的話開起來 雖然是看起來是一台SUV 但是還是 很有操控感 應該是很有跑車的感覺喔 很期待 然後這個輪圈 就不一樣了 當然要不一樣了 大很多喔 這個是Britestone的 對 Britestone的輪胎 然後 應該21到22吧 21的 21的 21吋的 但剛剛就 顯然就落差很大了 沒錯沒錯 就連他的煞車卡鉗 也通風 打孔有沒有 全部都是耶 輕量化 紅色卡鉗 有付錢還是有差別 有差有差 看你的追求啦 我覺得沒有追錯 沒錯沒錯 像家庭如果開GT 我覺得也很棒 對 其實GT 就算GT什麼都有了 就有300匹馬力 開玩笑喔 開玩笑 300匹耶 動輪都還放很多 而且它是有e-boost 就是說 很多車大家知道喔 2000cc的車300匹 像那些什麼德國車 其實我們採油門 它都會稍微的 Turbo lag 就是因為它大馬力 大顆渦輪 那它呢是加上了一個e-boost 就電動的渦輪 電控 所以我在採油門的時候 一瞬間 我就電動馬達補油 所以其實進氣之後 你的低速扭力就會很好很多 相對這樣你開起來 就不會覺得說 它是一個2000cc的 好想試車喔怎麼辦 真的好想喔 聽說第一批交車的 有少量是在過年前 但正式交車應該過年後 會有一大批喔 一大批 我不知道如果交不到車 不要找我上賬喔 這個地方就是看到Trufeo 對 而且Trufeo上面還有金 紅色的字的後邊喔 不是只是電鍍而已喔 而且我相信它一定可以選 這個黑色套件 對現在是要Trufeo 我可以選車色啦 然後可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GT跟MODENA不能選配 應該是說針對一些某些 它釋放出來的功能啦 比方像是六段的電子懸吊 好像MODENA是可以選的 然後Trufeo就是送你啦 沒錯 就標配的意思 就氣壓懸吊是要選的 但是它有六段喔 對 那我們現場看 因為這是來自原廠的demo 給我們看的車 所以它有把它弄比較低一點 甚至於它說 這不是量產車喔 這還是原型車 對是試坐的原型車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就利用原型車demo給大家看 降車身的樣貌 這個降的有低 真的很低耶 這個 這哪是休旅車 跑旅旁 那個法拉利的Puroquanto 可能都沒有 都沒有這麼低喔 真的很低 真的很低喔 然後它有防刮 它是Carbon Fiber在旁邊 對 我們來到後面 試試試試試 一樣沒有那個車門把手的突出 讓你可以享受更棒的豐足 對 旁邊是Carbon Fiber 你會覺得喔 速殺之氣 有花錢 有花錢 這絕對不是這個 我們是那麼世俗 那麼富錢的人嗎 可是一萬塊錢買到一匹馬力 已經是很接近了 是是是 所以我相信這台車 某種程度上應該 銷量會蠻驚人的 你這預接單的狀態 其實懂的人 很多人都是買Trofeo 你覺得接Trofeo 對 因為530匹 可是預算是骨感的 所以如果不夠 我覺得某些人跟GT也不差啦 也不差 也不差 其實我沒有Lucky耶 我就是直列四缸 而且剛剛它發動那個聲音 有沒有 踩下去是有燃爆聲的喔 現在我講真的 現在很多車 就算你馬力大 但是其實聽起來 沒有那麼熱血 有點安靜 對 但這台 我覺得它應該是原型車 它真的是超熱血 所以客人聽到一定會重的 就直接就買單 是 就會上 就是往上跳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車尾啊 看到除了黑色的搭配之外 是 Carbon Fiber上來了 剛剛是四圓尾管嘛 現在是它做了一個方形的車 長方形的 長方形的 多角形的 然後用Carbon Fiber把它包起來 對 A化的排氣管 對 我們這兩部都是Trafel 對 都是Trafel 正常高度應該是它 對 正常高度應該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 它這個是有點 假裝是跑車的台蓋耶 對 原型車所以它真的是超級低趴的 可是這兩個顏色放在一起剛剛好 對 也說明了為什麼這個陳鋒買家 他最後會選擇要選色 黑的其實還是比較大眾一點 可是你都買到這樣子的馬力的車了 你開出去 沒有讓它知道你很怕耶 也會有點不甘心 買給老婆就是要黃色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就是你會想要MC20嗎 你就覺得 是 沒錯 應該是黃色致敬 但是聽說黃色選也應該要等 真的喔 小道消息是要等 對 小道消息 如果說錯就是統哥的錯 那我們去做後座空間 讓大家感受一下 還是我們先看行李箱空間 喔 可以喔 什麼時候我們介紹這一種 對對對 統哥今天沒有附 Locky耶 我們來講它的空間 因為它叫做SUV 它就是專門要賣給我們這種 有家庭需求的 你看 其實蠻平整的 它做平整耶 對啊 它是做平整的 好花的 對 然後這裡我想應該 打開 它的空間有平喔 有平有平 對 有些空間 也有掛鉤 然後這裡有束帶 也可以讓你放東西 對 這應該超低音 超低音 超低音放這 對對對 喔 這裡有可以進 真的 我們這台車一定要進到車內 對 因為剛剛那台黃色 對 黑內裝 黑內裝 我們上次介紹的也還好 是 我們等一下這一台 黑車原來騷包在裡面 對 它是紅內裝耶 超好看的 噴燒 對 新駕空間 就是我們認知的休旅車 它做了平整 可是它也知道消費者的需求 對 那也一樣 我可以透過這一拉 就把它躺平了 躺平之後呢 你要車速應該可以喔 有沒有平整 因為現在同業在拍 但至少看起來 對 如果你比較低調內斂的話 我就選黑車 那我的黑色carbon fiber 就沒那麼的突出 對 但是如果你要特殊車的話 你看那黃色 好像派的 你那裡 你看到 鋁圈造型 都是三爪 三爪 對耶 好 三爪 那我們先到後座 讓大家看一下 紅色的 紅色也不容易髒耶 對 而且你看 等一下喔 你看我這邊示範這個 對 可以耶 可以平整耶 對啊 超平整 超平整 但是是平的 這樣看得到嗎 要不要進來一點 你看 超平的耶 所以這個空間我覺得應該 對 很不錯耶 沒有支路的 對啊 而且童哥剛剛一拉 就直接好 對對對 有快速鍵 我覺得這很棒 對 不要去找 就是從旁邊 就像Eddie哥跟我分享的啊 我們大家職人社都太乏味了 為什麼一定要黑內裝 他就推廣說白內裝 米白色都好看 但是我還是會擔心會弄髒 所以這個時候 找紅色 很好看耶 很好看啊 而且耐看 很好看啊 天窗 天窗這個就是棚 它的棚是選黑色的 對 灰色喔 不全黑耶 好像是灰的喔 喔 把它打開看看 大條耶 很好耶 對啊 一直到後面喔 一直到後面 所以其實視野 在後面也很好 通透 非常非常的通透 然後呢 離我的腳的位置 1 2 2 2點 勉強可以說到3啦 2.5好 2.5好了 而且腳是可以伸進去的 有沒有 這樣就舒服很多了 對 對 有些卡到的 然後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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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竹子編的 竹編的那種耶 感覺 對啊 對啊 那個編織紋的那種造型喔 是 是 很不錯喔 不錯 你看到音響出來的這個地方 也這種做造型耶 意大利人真的是很 很有設計的巧思 而且剛剛不是說外面沒有門把嗎 對 裡面的開門 你看到沒有 很清楚 對 直接按喔 按一下 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品牌都有 像 Protta 很多品牌 Lexus 他們都有這種 電控的車門 但是每次都找不到車門 對 在哪開有沒有 你看就知道了 它上面花一個門打開 這樣還看不懂就不行喔 對 對後座來講 其實你的奢華度 不會輸給前座 我覺得這也是豪華品牌 可以做的 做到的 對不對 USB也有 Type-C 出風口 然後 單區很溫 單區 但是我可以調 對對對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沒錯 我過我的橋 還有加熱 還有加熱 對 很棒喔 很棒喔 這都很 對 這都應該要有 桃花品牌一定要有這樣的配備 所以 不錯 不錯 那現在重點在於 這台車裡面應該有鑰匙 因為我看它前面 你不要擺有亮 我們來看一下它正前方好不好 可以喔 站到站到了 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就不是原型車了 所以我們反而更能夠看到它的一些細節 然後 一樣是電動的座椅調整 所以我們 有差喔 有差喔 有差有差 喔好包覆喔 超包的 第一個 這個換檔撥片 超大的 這個一大塊到這個是 而且涼涼的喔 是金屬的 金屬耶 金屬耶 金屬換檔撥片 大概這麼大吧 大概就是這樣 你看 對啊 比手大喔 因為我手還大耶 換檔撥片這麼大 因為法拉利跟馬索拉利的設計一樣 它們的撥片是固定的 所以在打方向盤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摸到它 這是它的設計概念 對 那有些是跟著方向盤 對 像這邊也有 因為我們還真的是 第一次進來就直接讓我們亂摸 因為之前 對 現場那台是來自義大利的 對 我看也不是現在台灣 真正車主會買到的規格 但是現在你看到 眼睛看到 你如果付錢買的就是這個樣子 出風口 對 你要不要太浮誇 你看它出風口這樣子 全部連貫在一起喔 而且不是都直了 還要上來這樣子 然後兩個要坐平行這樣過來 哇 這感覺好讚喔 董哥現在已經整個不夠了 沒有沒有沒有我還要看 把它發起來好了 偷偷發jan 噢 噢 這聲音 你剛剛發 欸有了齁 有了嗎 那這可以切嗎 有有有 噢 一聲音變了 發門的聲音變了 Sport模式 聽到後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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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開啟 對 360度環境 對 啟動鍵在你左邊 這台車就是什麼都有 360度環境在儀錶板 在你的中控的螢幕也可以看到 然後你要調風量 然後Parking 我看 這是可以有停車的輔助 對 我開這種休旅車需要停車輔助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它其實也可以調整成 你要的車子的模式 我記得它可以調整 我上次 裡面全部都是編織的 畢竟到這次 這打開裡面還送你一個 Type-C跟USB 這邊無線車輔 無線車輔必須要有 然後這個 義大利人就是不只給你揹架 還讓你有個金屬在上面 對 再看這裡要 喔 鑰匙 鑰匙在這 現在它也做了頗為小巧呢 轉過來 轉過來看看它有功能喔 鎖車 然後這個解鎖 按兩次就可以尾箱打開 還有燈 都可以看到 現在懸吊在動喔 對對對 這是因為設定 我再按 按它就會跳不同模式 它這裡還給你擺一個 超快也沒過 三召集耶 對 我這邊也有一個 好有造型感喔 這真的 質感真的非常非常好 Galegale的尺寸是最適合 這個就是像X4啊 或者說是這種 GLC 這種中型的SUV 那這樣子這個馬力才有用 因為你在開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車子 實際上還有跑車的感覺 然後你開起來才會覺得說 我雖然是買休旅車 但是我還是可以享受跑車 我還是帥對不對 沒錯 這個是很重要喔 因為我講真的 之前我最愛的休旅車 是凱燕的Turbo GT 但是我後來借出來一個weekend 哇 它真的太大了 它太大了 它真的很棒 如果我一個人在高速公路 或在山路拍是很棒 但我一開到市區 我的媽呀 22吋的旅圈 好怕刮到路邊 你知道嗎 停車都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賽道 去開凱燕 我也是被滅火了 是是是 因為它就是尺寸很大 它是真的大張耶 所以我開我會有一點點壓力 是是 但是這樣子的尺寸我覺得最適合 完美 沒錯 然後你買到的是 0-100加速3.8秒 你買到的是0-200呢 14秒內 4秒內 那個就是叫做沙 沙 雷 好不好 下雨天 東北季風來了 義大利的東北季風 但是我們一樣很熱情 Mansuari 好了看了兩台這個是老闆級用車 或者老闆要的休旅車 先來看看平民一點點的SUBARU 其實你可以花比較親民一點的價格 得到一台很棒的車 而這車跟你可以產生很多的連結 開車出去玩 開它上山下海 而且這車子呢 整個就是你的得力助手 我們來看看車主的分享 今天的現場呢 我們看到其實還是有民眾來賞車 那SUBARU其實這幾年 如果你要擁有SUBARU的車款的話 大家對於它的這個SAWD 是歐羅賈吉 再來就是它的Eye Sight 很靈敏很棒 那我們今天如果來現場的話呢 我們可以針對你看 有Forester 現場有三台 Forester 然後呢 以及在最後面呢 有一台XV 那我們今天車主開的是藍色的XV 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一個衝浪咖 所以這樣子的車款呢 真的如果你是Outdoor的人的話 開出去呢你會覺得很滿足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平常的用車需求 是稍微仲賢的話呢 那個X mode很重要喔 前一陣子出來的Sotera SUBARU的電動車 它也有脫困模式 它也可以越野喔 市區的電動車真的蓋舊耶 然後它還要有點硬漢本色 這個算是蠻厲害的 蠻符合仲賢的玩家 的需求喔 好那撇開不講齁 我們不一定每個人都 還有已經準備好要接受電動車齁 那如果你還是習慣遊車的話呢 這個比較適合家庭使用的Forester 它會是一個優先喔 尤其是你看 旁邊 旁邊真的是一個家庭在看車齁 好像帶著爸爸媽媽來看車齁 那我們不打擾他們齁 那除了它之外呢 如果你要CUV 然後又有一點點越野本色的話呢 那就是今天的XV 我們可以帶大家來看車 XV停在那 其實今天車主開的藍色 我覺得很好看 它廣告色的那個黃色 看實車啦 接受度會比較高 那看個人喔 那我是覺得 大部分的民眾可能喜歡白啊 黑啊灰啊這種顏色喔 那你不覺得它其實長的也還很好看喔 因為它是以CUV來講 市場上的CUV啊 真的能夠去OFFROAD的選項不多 你要買一台可以帶你出去玩的車 那XV就是一個好選擇 如果你是小家庭 或者是你是情侶檔啊 或者是新婚夫妻的話 它也很適合喔 像我今天訪問的這個車主啊 他們是情侶檔 然後他很喜歡衝浪 然後女朋友很喜歡露營 然後兩個人很喜歡去新竹山上 有時候還去烏來 那有一次是到烏來 這個下暴雨的天氣 那你要下坡 其實它是有陡坡環降的喔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那你如果去宜蘭衝浪 會經過那個很大顆的石頭路啊 可能它沒有這個全時四驅啊 過去是 你這個抵達目的地 屁股都麻了對不對 但是以它來講齁 這個SAWD開下去 然後加上呢 它也有S mode 你如果有任何一個空轉的輪子 它會用煞車介入那個輪子 把動力移到其他三個輪子喔 它可以幫助你脫困 所以其實這個 如果你真的喜歡上山下海 跑很多特別的地方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在CUV級距裡面 比較小見的 百萬內 就可以買到的 可以幫助你越野 而且可以開車很平穩 那我剛剛講到那個宜蘭的石頭路 摳摳摳摳摳的石頭路 開它的話呢 因為它本身的體質 還有水平對外的引擎 它重心比較低 再加上SAWD 然後它也有頭貫模式 所以基本上它過去就 其實車子裡面 如果有長輩在睡覺 或小朋友在睡覺 是不太會受影響 看一下它外型好不好 你不覺得這樣子的設計很好看嗎 然後它有一點點防刮 然後它是有紋路的喔 它不是只是一個防刮的護板 是做了紋路 然後前面這裡還是有一個鍍鉻條 它都是配這個18吋的 所以算是家庭使用是OK的 你看它這裡防刮也是 是做這樣子 你看喔 它這是有鍍鉻 然後這裡還做了紋路喔 但是破拔的地方這種亮銀亮銀的 然後呢 還給它有孔洞是軟質的 蘇帕路真的是也很注重安全 所以其實在安全的認證上面是 多年來都是獲得好評的 那也通過很多的撞擊測試等 然後呢它有橘色橘紅色的紅線 就讓它覺得沒那麼單調 當然我們今天現場呢 主要會分享的是它的眼鏡 就是你從前面看 看到兩顆眼鏡 我們這台SV 在前面前旁看見 還會看到兩顆眼睛 它是立體的圖像的判定 就可以在前面的車的一個 靠近的range 在某個程度內呢 它就catch到 它就先做了預判 跟它也做了準備 當然車主他不知道車子已經ready 但是在你不小心持續在加速 可能會親上前車屁股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警示音 and also就給你介入了 它的煞車就進來了 那常常我們呢開車出門啊 就是那個停好車呢 很慌亂事情多接了個電話 然後呢應該打R檔退嘛 那前面是牆壁 就你打D檔還往前 這時候你踩的油門 它是不給你作動的 引擎不讓你作動 這些都是一個安全上的高科技 那等一下很期待 就是車主們 跟準車主們呢 對於蘇巴路的一些 不一樣的故事的經驗分享 然後最後再進來看一看它的質感喔 因為連方向盤 握感很好 XV呢其實我只有短暫的試了一下下 所以跟它相處時間比較短 那如果大家對於蘇巴路車款的一些安全科技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回頭看我們之前是 Forest的影片 那它確實在生活上是用得到的 然後皮椅的這個包覆性也還算可以 這種小CUV它並不是去戰鬥的 所以說過度包覆也不是它的設定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支撐力也可以 包覆性也還可以 然後一樣呢它還是做一個圓弧狀的 所以坐在車子裡面是有駕駛導向的感覺 那你要的這個先進的科技EyeSight 在正前方的儀表板可以看到 以及呢我們的中控上方這裡也可以看到 就是你要挑一些模式什麼的 那今天我們聊還有一個很大重點 就是在下方這裡的X Mode 如果你要看蘇巴路脫困的這些分享的話 我們是去免石頭都沒感覺的喔 它的行路質感還可以保持一個優雅狀態 不會是喉嚨喉嚨很用力這樣 甚至連Soterra它都還可以脫困 電動車你來玩脫困 因為它是SAWD OK 你看它建議坐在這裡這樣做 是不是很有質感 好 挺有質感的喔 那很多人也會問說XV跟Forester怎麼選呢 如果說你家裡頭成員比較多 然後或者是後座常要坐到三個人的話 我覺得Forester是真的很不錯 那但是如果是小家庭的話 我覺得以CV來講的話 XV其實就已經足夠 但是當然最後最後我們還是要檢視說 以你的需求你需要的配備功能 還有售價是不是你可以買單的 在種種的面向都考慮過後 才是最終你可以選定的那一台車適合你 天窗是只有前面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選項跟設定 就看適不適合你囉 嗨 各位跨車小營家們 看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通通走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街大贏家吧